村委員早安 部長早 謝謝 我再一次請教一下 你講的其實有點學術化 學術的語言 但是問題是現在這個狀況 不能用學術的語言來看待 我想我們 盡量的用大家都能夠溝通的這個語言 博士生賣雞排這個事情 我相信行行出狀元 他有他的選擇 我們要與尊重 但是我們現在害怕的是說 沒有辦法學以自用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會變成常態 這個是我想 我想 從教育部的角度比您還憂慮 我想我們必須一起的努力的來看 就是說怎麼樣讓學用落差的問題 如何努力 學用落差畢竟已經變成這個狀況 我們也從總量的角度來看待各個領域的發展 他需要多少的這個人 這個希望在總量的這個控管下面 有效的能夠有所作為 同時當然我們也很希望就是說 部長你這個就學術化了 部長你這個就學術化了 我完全 我完全 這個跟學術化 我一直強調說 你所講的 基本上你們在學術的一個論調當中 你們教育部的論調當中 但是跟實際的狀況已經有落差了 我們已經做積極的 我們沒有辦法學以自幼 讓他必須去思考自己的三餐 然後去選擇賣雞排 其實我想 我們要去擔憂的問題啊 是 我說我剛才已經特別跟委員做說明了 我覺得教育部應該比您更要審慎的來考量 這樣子整個這個發展的趨勢 所以說我們在過去幾年 我們過去幾年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努力的 其實先用總量嘛 我們先用總量控管的角度 表面上在處理這樣的問題 其實總量控管就是一個全面的 其實是讓這個學 從學這一關 你認為現在博士伴 博士生賣雞排 只是現在的一個特例嗎 這個所以我剛才特別 我剛剛特別抬了 如果依照我們教育部自己所瞭解的資料 我相信 沒有學以自用的一個狀況更多 其實我 呃 當然不是只會有一個 因為學用落差 其實我想我們必須從教育部的這邊的角度 在學這個面向上 讓我們的學生更有競爭力 讓他們競爭力提升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說 產業界這邊也 產業的需求也要出來 所以這兩者之間要找到一個適當的 產業的需求 還有我們所有 整個的一個產業別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到底需求性人才在哪裡 需求性人才到底在哪裡 所以這個就是我也跟特別 我也特別跟委員做說明 我們已經講了那麼久了 已經談了那麼久了 可是現在 從一個比較成熟的產業來看 我們對於人力的需求 是比較容易 我再一次跟你強調 是 你不要再談學術話 事情已經發生了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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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今天你們實際在做的並不是如此 我們 今天當學校跟所有產業界在做這樣子的一個產學班的合作的時候 是被你們否決掉的 沒有我想我們 是被你們否決掉的 是被你們否決掉的 這一次台南大學所申請的所有的班級 全部都被你們否決掉 不是 我相信這又是你們教育部的另一項內鬥所造成的 不是我想這樣子啊 所以今天照理上我一直跟你強調 你不要用學術話的語言來指示現在博取人脈雞排這樣的事情 我們沒有用學術話的語言來做 我們一向沒有用學術話的語言來做這個事情 你們是一而再教育部的內鬥來做成這樣子 沒有辦法去核准所有產學班的一個合作 我想 後面我會跟你慢慢探討 今天不是我重點我是希望說 今天博士生賣雞排 絕對不是部長你用學術話的語言 你做解釋然後做表面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其實我相信你聽不下去 我是不是可以請教一下 什麼叫學術話的語言 我是一個學術中人 我再請教一下 這一次經典賽的問題 經典賽我想我很關心 你們都沒有問題嗎你們體育署都沒有責任嗎 其實這個我想應該我們 這一次經典賽所發生棒鞋的這些糾紛 跟中指的這些糾紛 請問 我們體育署都沒有責任嗎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 我希望當然其實大家可以 體育署有沒有責任 體育署我想 體育署有沒有責任嗎 體育署有沒有責任嗎 體育署我請他們積極的協助進去 希望是將這兩個單位能夠真正發揮 你是事後已經發生了內鬥發生的這些問題 其實 你才交代體育署要積極介入 陳委員 陳委員 我親自都有參與 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間 我親自的參與 而且這一次我們回來以後 那就很慘喔 部長那就很糟糕囉 如果經典賽一開始 整個市題你都有參與 那部長你的能力就有問題囉 陳委員 現在在整個經典賽從一開始 我們看到 黃金庫問談 然後再加上熱身賽 喬布隆的問題 這一點一點已經都埋下了 整個棒鞋還有經典賽跟中止這三方的角力戰 結果你說 教育部部長說你一直都有參與 我不知道你是參與哪一個階段 我想我給您特別說明 參與哪一個階段 我想在比賽的這個 實際上開始比賽的這個 所以你是參與開始比賽 對 確實是在這裡 所以在前面的階段你沒有參與 所以要講清楚嘛 所以我一項一項跟你講嘛 所以在一開始你沒有參與 你是開始比賽 開始認為說 已經連兩勝了 你才開始去參與嗎 沒有沒有 你不對的 我去那兩勝的我都去 我親自都在現場 我跟蔡委員 你親自 所以 我都在現場 所以 你是去加油嗎 我去加油 你是去加油嗎 我去打氣 在他們之前在熱身賽的時候 我也到現場去跟他們聊聊天 好 那熱身賽的時候 對 那些問題你清楚嗎 我知道 那些問題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去幫他們打氣 我也去 到日本比賽的時候 這些事情 一而再 再而再 來衍生出來 到那麼大 甚至沒有辦法 陳委員 我們應該往前 所有的台灣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我們往前看 我會積極的 讓這兩個單位 未來一定從一個合作的角度 積極的來發揮團隊精神 棒鐵跟職棒 部長 你又在講學術化語言了 您的學術化語言 您的學術化語言 是不是可以低低一下 什麼叫學術化語言 我沒有 我從來講的 可能都是學術化語言 所以說我們 你又在講學術化語言 來 部長 我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的 整個振興棒球 剩幾年了 我們正義棒球 已經有 大概這個計劃 已經第一期 最後一年 我們應該是一個 四年的計劃 已經做了三年 最後一年了嗎 對 這是第一期的計劃 好第一期計劃 第一期計劃 花了二十一億嘛 對不對 實際的經費 應該是 二十一億嘛 第一期二十一億 然後到現在 還必須這些選手 這些選手說 他們要捐出自己 三分之一的出場費 要來支出三級棒球 你聽到這句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痛心 我想我們應該做更多的努力 你會不會覺得很痛心 我覺得其實我特別感激這一些球員 你會不會覺得很痛心 我已經邀請了現在 你會不會覺得很痛心 我覺得這個 當我們花了二十一億 要花了十一億 十億左右 十億左右 曾經棒球員 我先跟您說明一下 教育部十億 然後體委會十億 對 如果現在只剩下十億的話 就是您會暗扛去 我沒有暗扛 總共二十億 現在不是體育委會已經沒有了 變成體育署了 所以現在你們合併在一起 我昨天才說二十一億啊 不對嗎 不對嗎 我們對這個數字 可以再進一步溝通 現在至少體育署給我的數字 是說加在一起 花了十點二五億 十點二五億 所以你們暗扛十億 原本馬英九宣誓的是二十一億 沒有暗扛 你自己去看 馬英九對外宣誓的是二十一億 現在你說才十二億嘛 所以你們暗扛 我沒有說十二億 我說十點二五億 不過我也願意 我也願意很認真的 再去把這個數字做一個確認好嗎 二十一億變成十點二五億 我們一起把這個數字 二十一億變成十點二五億 難怪 現在所有的選手 要捐出他們的出場費 要捐出他們的出場費 那我再問一下 是 這一次台灣隊 在本屆經典賽拿到獎金 可以拿到多少 經典賽 沒有加他們的激勵金喔 拿他們的獎金 他事實上因為 比賽進到八強啊 總共可以分到 大概一個人七十七萬左右的獎金 獎金總共啦 七十七萬 加上 就七十七萬 全部啦 加上 加上我們 一個人嘛 你現在講的是一個人七十七萬 七十七萬 可以選手 整個全部的獎金 整個全部的獎金 一百萬美元 九十幾萬美金 九十幾萬美金 一半是留給棒協 一半是給學 來 重點來了 對 是 是 來 是 在這一次棒協搞成這樣子 請問 他憑什麼去分這一半的獎金 這個我想是照實際根據大聯盟 他的規範是這樣做的 好 所以 也因為大聯盟這樣的規定 所以 棒協才有事無恐 反正 我想 我想不能這樣子 這個過程他們都不用努力 這個過程他們都不用去做一個積極的協助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 所有外界都是這樣子說啊 其實 來 陳委員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是不是可以檢討 我強調一下 我強調一下 這一半的獎金 他們要領一半的獎金嘛 是 好 我是認為他們不夠資格啦 在整個處理過程當 不夠資格啦 好 這一半的獎金誰監督 他們怎麼使用 我想 我們 他們怎麼使用 體育署會積極的監督這個 體育署怎麼監督 他們每一個人喔 每一個人 整個背景都比體育署還大 其實 體育署怎麼監督 我想我們是 我們是 體育的監督機關 其實陳委員 部長 我現在就是把問題丟給你嘛 你可能不清楚嘛 過去體委會的事情 你沒有參與過嘛 提委會的事情 我們都是基層 推動體育上來的 所以整個體育的狀況 我們最了解啦 好 謝謝 謝謝您的提醒 現在目前為止 怎麼監督嘛 你不要說用體育署 怎麼監督 我跟你講我們有幾個管道 當然他的經費的使用會透過會計師去做查核去做簽證 然後我們也會做防治手 會計師 對 查核跟簽證 會計師只是針對查核這一筆嗎 經費 經費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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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經費 所有經費 所有經費都會去 部長你講這一句話 我就要跟你反駁了 是 從頭到尾 棒協所有的經費 所謂的會計制度 根本沒有用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監督 他到底哪一筆錢 發到哪裡去 他只要拿了手機 你敢不合嗎 其實 組委員 謝謝你的提醒 你敢不合嗎 我們還有機會 在這件事情上再做溝通嘛 部長 我去了解以後再來跟你回應 是整些選手努力去打拼回來了 但是這個過程 棒協沒有做到積極的協助 居然要分一半的獎金 好 這一半的獎金 部長 你怎麼監督 你一份報告給我 好 光這一筆獎金喔 怎麼監督 我們 一份報告給我 我先跟你簡單回應 我們會透過會計師做簽證 做相關處理 我們也會去做仿視的評鑑 會把這個資訊 謝謝大家